2019年7月8日是农历6月初六 是佛教传统的晒经节 这天,北京房山云居寺举办第三届晒经节活动 通过展示、晾晒、寺内珍藏的古代石经、纸经和木经 更好的推广和保护文物经卷 晒经节源于一个佛教传说 传说玄奘西天取经,不慎将经书落入水中 急忙捞起晒干才得以完好带回 后来,斯安僧尼于每年6月初六都会极其信众 将收藏的经卷拿出来翻晒,以立经卷保存 另有晒经度众生,功德大无穷之意 时刻考古专家吴孟林认为 晒经节不仅是一个节日 它在文物保护方面也有着切实的作用 江南的梅雨季节,那你自画也得晾晒 当然,那故宫不每年你自个儿也得晾晒 因为我们中国纸质的东西在世界上都少有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民间搞的一种 非常适合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保护文物的方法 吴孟林今年已82岁高龄 他从1961年便开始考察云居寺石经 他介绍,云居寺所藏的一万五千多块塔吉石经 自隋代创四僧静丸史克 历唐辽金元明历十千余年 这些石经不仅保存了大量佛教经典 同时也为金石、书法、文字、历史等方面的研究 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这一份文化汇报全世界唯一的 缅甸有它才几百块 咱们一万五千多块 而且固藏在九个洞内 还有是地宫 八日的阳光正好 一本本经书从库中被取出 摆放在云居寺大碑殿的菩提树下亮晒 这是保护古经文物最传统的方法 而如今科技的加入也为古经的展示和保护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据介绍本届晒经节的古经展示中融入了全息投影技术 多角度展示文物 同时存放古石经的地宫也采用现代科技控制温度与湿度 使文物能够长期处于恒温恒湿环境中长久保存